最最变态的绑架犯终于来了 每一次作案前 他都会从冰箱里拿出魔玉和猪体 魔玉含有大量胶质 炖烂后精简处理形成弹性凝胶 加上猪体熬制出的胶原蛋白 就会仿制出形同真皮的色泽和触感 然后敷在脸上做成人皮面具 靠着这种诡异的整蒙手段 本是一介屌丝的陈明峰 摇身一变温文尔雅的英俊男人 专挑傻白甜的富家千金下手 等到获得小白兔们的信任后 男人便将他们带到偏僻的小黑屋 就在小白兔们期待发生后续故事时 男人却露出了真面目 成功绑架了富家千金后 男人便向女孩父母勒索巨额赎金 等做完这一切后 男人将女孩反锁在小黑屋中 然后发短信给同伙断割 将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处理 然而这次计划却出现了意外 女孩趁着男人离开时 发现椅子是靠椅背上的螺钉固定 将其卸下后便成功拆除了椅子 然后松开绳锁跑上二楼 跳下二楼逃离了小黑屋 可到了警局报案时 女孩却一问三不知 你...连你男朋友一张照片都没有 锦花根据提供的名字查到三个人 可女孩却表示都不对 显然绑架犯是使用了假名 看来要想知道绑匪的肖像 只能依靠沈亿的话笔 根据女孩的描述 沈亿立马画出了绑匪的容貌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接到消息的成队 立刻带人前往小黑屋调查 发现这里并没有二次进入的痕迹 也就是说绑匪还不知道人质已经逃走 于是成队利用信息差 在小黑屋附近做好了布控 成功逮到了一个前来送饭的嫌疑人 可对方却声称自己只是送饭的 是一个叫段哥的陌生朋友 发短信让他送饭给女孩 警方立刻打开他的手机 发现确实收过这样一条短信 可当成队回拨段哥的电话时 却提示段哥手机已经关机 接着警方又叫来女孩辩认 女孩也说这人并不是绑匪 为了确认陈明峰是不是送饭的 警方又来到他家搜查 发现冰箱里塞满了魔芋和猪体 看来就是个送饭的 根据陈明峰提供的线索 段哥经常出入附近的一家酒吧 于是成队又带人来查酒吧 却发现画像上的绑匪也是这里的常客 但他们也提供不了有用的线索 可就在这时 绑匪却给女孩的家属发来短信 要求女孩的父亲带着赎金前往交易地点 诡异的是 明明人质都没了 绑匪为何敢继续索要赎金 除非对方还不知道人质已经逃脱 而利用好这个信息查 或许会是一次绝佳的抓捕机会